HELLO 大家好我是喜聪 昨天大四季的成員有開這個視頻 對我的不只R要一個罷了 還有一個Kelwin 但是昨天很夜了 我真的要睡覺了 沒有時間做第二個 所以我今天的第一個視頻就是 要反駁一下這個Kelwin 對我的內容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我在這裡我先強調 我們大四季從來不內討 我們大四季也從來都不是一眼堂 我們成員之間是歡迎怼來怼去的 關於Kelwin他反駁我那個視頻 他提出了很多那種數字的假設 就是假設什麼聲音可以拿到多少異息 當然我沒有他算到這樣的息 但是你們都知道這種選舉的結果 好像買完只這樣 你永遠不知道明天開什麼字 你大概大概可以猜測他的風向是怎樣 但是你要說一個 實拿實穩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補充一下 Kelwin不了解的地方 就是我這個Formula是怎樣算出來的 在我講這個Formula之前 我要先講一個大原則 就是現在馬來西亞的整個政治的landscape是怎樣 現在馬來西亞的政治 我們先講兩個最主要的群體 一個就是馬來人佔了60多巴仙 還有一個是華人佔了20多巴仙 這個馬來人如果說他是100巴仙的話 有70巴仙是支持國盟 30巴仙是支持西蒙跟這個無頭 然後華人在六種選舉的成績看來 還有95巴仙是支持西蒙 還有團結政府 只有5巴仙是支持國盟 現在華人對西蒙的支持率肯定是跌了 但是我相信不會跌太多 我相信可能在85到90之間 而馬來人對於這個國盟的支持率 可能也在70邊緣有種 我相信不會超過70 低過70一點點 然後現在在馬來人這邊的情況是這樣 馬來人這邊的情況就是 總是只要沒有行動黨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恐懼 這個行動黨就代表華人代表共產黨 如果你讓行動黨得失的話 行動黨就會把這個馬來西亞 變成一個華人國家華人政府 這個是他們自己嚇自己的 但是就是因為他們的這種恐懼 所以導致了他們打死都不支持 有行動黨的那一方 現在不是說不支持行動黨吧 是任何有行動黨的那一方 他們都不支持 所以就導致了今天這個結果 為什麼呢 70%的馬來人可以一面的倒向這個國盟 因為只有國盟沒有這個行動黨 你現在投武統也有行動黨 你現在投西盟也有行動黨 是不是 現在我們講回華人的這邊 華人的情況是這樣 華人呢 他們呢 以前全部都是很支持行動黨的 現在也是大部分是支持行動黨的 只是最近呢 認為這個政府呢 沒有達到他們100%的那個完美要求 所以覺得 哎 真是人敢了啦 投哪一邊都一樣的啦 都達不到我的要求 下次不要投了啦 我相信華人不會傷心病狂的去投這個國盟 但是他們可以選擇不投票 如果華人投票率變低的話 對於行動黨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因為行動黨跟整個西盟太過依賴華人票了 好 OK so 現實擺在眼前的就是 現在的西盟的華人票呢 可能會減少一個5到18%這樣啦 ok 有些人會告訴我 可能丟更多 但那也是 偏一邊的說法啦 ok 好 so我現在講回來 華人呢 就 肯定是支持有行動黨的那一方 沒有行動黨的那一方 比如說 就是 就是 脫離團結政府的馬華 又或者是民政 這些呢 基本上華人都不會去支持啦 最多是5%啦 ok 所以我剛剛特別強調一下啦 脫離這個 團結政府的馬華 如果馬華 還是在團結政府裡面的話 華人怎樣 都可能是還會投馬華的 ok 好 所以這個我就不講複雜啦 我在講 其他東西就是 現在我們的情況就是這樣咯 華烏兩極化馬來人就投國盟 好 然後這個華人就投這個有行動黨的這一方 ok 我們好像漏掉了一個巫統 巫統要這樣 巫統呢 以前呢是呢 馬來人的霸主 但是現在巫統呢非常可憐 19的時候呢 他的馬來水票呢 只到30多巴仙吧 現在他跟火箭結合了過後 他更加跌 跌到30巴仙不到 他 巫統跟這個新盟加起來才剛剛好30巴仙馬來票 所以肯定巫統自己本身是30巴仙都不到 ok so啊 我現在我已經給完大家知道了這樣的情況了 ok 現在我要進入我的正題了 就是我那個六邦聯盟的選票呢 是獎算 他的議席呢 大概大概啊 可以啊 剩下哪一些 然後輸掉哪一些 ok 其實呢 我這個六邦聯盟啊 的構想啊 啊 其實大家已經看出了一些短倪了 啊 為什麼 有霹靂 有彭亨 有羅浮 有馬六甲 為什麼避開了北馬四周 為什麼避開了西蒙山周 啊 你想像我講的那六邦聯盟那個四個周 現在誰做做做武大臣 武統做做做武大臣 啊 啊 我擺明就是衝著武統來了 啊 ok 所以我個人的formula是這樣 我認為北馬四周 應該長期是新回教黨了 ok 就 你要他 短期內改進是不可能的好了 這一西蒙山周啊 啊 西蒙管道好好的 你 你憑什麼信心可以去動搖他們的根基 啊 我問你了 你現在你憑什麼認為你可以打下兵城 打下审美蘭 打下選蘭的 你憑什麼 憑政績比西蒙好嗎 我這樣講你都會笑啦 是不是 啊 ok 接下來呢我就要講了 國鎮 執政的那四周 啊 霹靂根本啊 雖然說是跟這個西蒙共同執政啊 但是周武大臣還是這個國鎮喔 啊 然後這個馬六甲跟這個羅浮州呢 基本上就已經是國鎮獨立執政了啦 啊 ok 我現在重點就是說 我這個六邦聯盟主要就是拿這個武統來開刀了 因為呢 現在 烏統呢 在馬來社會裡邊的這個位置呢 非常的微妙 我告訴你啊 就是呢 我認為呢 這個烏統呢 他被整個馬來社會淘汰 變成像今天的馬華 是遲早的事情完了 啊 現在的烏統呢 就好像是剛剛 308海嘯的馬華 那時候馬華還有15%的華人票 啊 然後 慢慢的慢慢的啊 就會變成 15年後的馬華 今天的馬華 啊 我覺得烏統是早會這樣的 啊 ok 現在呢 對於這四周的馬來人來說呢 他們對烏統呢 其實有一種啊 非常複雜的情感 就是這個烏統 我看了你60年 我是看了你很險的啦 啊 我也告訴你啦 我真心是不喜歡你啦 啊 但是呢 啊 跟回家黨相比我們更加不喜歡回家黨 啊 所以呢 沒有辦法咯 啊 這如果我們一定要選一個馬來人代表的話 我們就只能選烏統哦 啊 因為烏統跟回家黨相比的話 我們更加討厭回家黨啊 啊 所以呢 這四個周呢 啊 就是這個霹靂 彭坑 馬六甲 跟Rofo呢 他們到最後他們選擇了烏統啊 啊 但是我剛才講 我剛才講的這種情況啊 就是馬來人含淚偷烏統的情況啊 其實只有Rofo有罐了 啊 這個 彭坑跟霹靂騎士的回家黨已經拿掉七七八八的了 馬六甲也已經在動搖了 只剩下Rofo還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Rofo人真的很抗拒回家黨 但是我告訴你Rofo馬來人也是超級不喜歡烏統 啊 如果你現在有另外一個替代者可以替代掉烏統的話呢 Rofo的馬來人啊 他半夜都跟你煩我剛才講 啊 所以 大家了解了這樣的情況過後了 啊 有沒有想過一種情況 就是如果我現在新生出來一個替代方案 他是打著周數的名字 然後呢 他也是以馬來人為主 啊 然後啊 華人跟印度人是配角啦 啊 然後呢 他 不跟國盟斬邊 也不跟行動黨斬邊 啊 這樣的話呢 首先 那些恐懼行動黨的馬來人 會吸引很多過來的 啊 有些也不是很真心喜歡回家黨的 然後也是很討厭烏統的那些人就會過來 啊 馬來票最主要是N馬來票會是很多的 啊 然後 如果你有了這些馬來票 然後再加一些華人票 我其實說他可能也可以吸引一些華人票 但不會太多 不會太多 因為你告訴我 我告訴你啦 無論什麼情況之下啦 華人票還是集中在這個行動黨這邊的 啊 他的華人票可能不會多 但是最主要是馬來票多 啊 其實他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也是為了要完完全全取代巫統的位置 就是呢 巫統呢在這四個軸呢 所有地盤呢 就被這些把對方社給吸收過來 所以我認為呢 到最後呢 這個把對方社可以打下來的獎三呢 就是呢 他完完全全的 拿掉現在巫統現有的地盤 尤其是Lofo跟馬來講 然後至於行動黨的地盤呢 打不下 行動黨的地盤呢 以華人為主是打不下的 就算這個把對方社跟這個行動黨直接對壘是輸的 這個把對方社還可以打下來的就是公正黨跟誠信黨的 抱歉的說句也可以打下來蠻多 因為呢 就是那些馬來人 你想清楚一個情況就是呢 他們不是很喜歡回家黨 他們很討厭這個巫統 但是他們非常恐懼行動黨 這三個條件加起來的時候呢 他們會投把對方社 OK 尤其是你當你打著這個六邦聯盟的旗號的時候啊 一切都不一樣了 OK 到最後他的formula是這樣來算 就是這個六邦聯盟 他會拿下絕大多數巫統的地盤 然後再拿下一部分公正黨的地盤 再拿下一部分這個神信黨的地盤 只有果件的地盤不會動到 這樣他算起來呢 他的果會議席呢 我相信呢 勉強抽一個七神 最少的六神啊 六七神啊 都是有的 六七神都是有的 如果他有六七神的話呢 加上東馬那邊五十多個 已經一百多個 已經過半數之身了 我的formula是這樣算的 但是呢 我是認為呢 其實應該不止如此 因為呢到時候呢 已經確認了 這個首相是有六邦聯盟做的過後了 到時候呢 這個公主必然是沙拉瓦啦 OK 然後到時候呢 他不是一個封閉的陣營 他是一個開放的陣營 他必須要向這個西門跟各個國門 打開他的雙手說 只要認同馬來西亞路線的 全部都可以進來 變成一個超過三分之二有四的一個執政聯盟 沒有拒絕任何人 但是我相信到最後回教堂是不要來的啦 OK 我相信呢整個西門會過來 然後呢 這個圖團也會過來 自由一個回教堂在外面 這是我個人的猜想啦 然後Kelvin也有提到一點就是呢 我怎樣確保這個六邦聯盟呢 一定是跟西門 而不是跟國盟在一起呢 他跳過了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我講啊 老大給沙拉瓦人做 老大給沙拉瓦人做 你認為青石金論的沙拉瓦人 他會選擇跟國盟嗎 你自己想清楚一點 有的給你選 左邊是國盟 右邊是西門 你要選哪一個 想要知道啦 是不是 So 我覺得 我的六邦聯盟的這個概念 的formular就是這樣來算的 就有一些Kelvin他不理解的地方 我自己我就已經補充到我的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為止 謝謝大家拜拜